從1993年 就是說那個 核作意象書是2000年簽的 其實從1993年 就開始在談台灣的核廢料 大陸你接受 93年聯合晚報 這個94年的中國時報 大陸同意帶我處理低階核廢料 雙方已經速度磋商了 97年 甚至開始談去北韓 所以我想請問台電這邊 我本來擔心說沒有代表來 跟北韓也有這種合作意象書嗎 我知道跟北韓後來還有 錢的問題 旅約的問題在那裡 北韓有沒有錢我可能要請專總 專總跟您報告一下好不好 習委員 這樣我想核廢料大家共同面對 島內怎麼處理 那境外合作 不排斥任何一個機會 所以沒有錯 過去跟俄羅斯也好北韓曾經有接觸過 有談這個事 但是最後都沒有成功 剛才提到這個 2000年跟大陸這邊的合作意象書 當然在公務的程序上面是解密 但是因為畢竟是兩家公司的商業的秘密 我建議還是不妥公布出來 未來可能 這是台電的立場就對了 是 那為什麼 本席一直認為這個文件很重要 因為他牽扯的 內容真的不是只是技術性的問題 不太像部長所提的這個部分 現在就遇到一個困擾 核廢料就像前面所提 是大家都關心的議題 其實90年代的時候談非常多 各位看這個 回到前一頁 連馬少爾 核廢料多個窩 台電與二國簽約 甚至連金額 每桶台電虛付九萬九千多元 我不太清楚這是美金還是怎樣 主要在試探什麼 那各位再看下一頁 歐盟不反對台灣核廢料運送北韓 那台電核廢料二遊 甚至各位這個 97年還是智利早報這個標題更聳動 我不排除以軍艦護航 就是說我這邊想問部長 因為我後來發現部長2000年到2002年 擔任這個陸委會副主委 2009年到2014年 擔任國安會副秘書長 所以部長絕對不是一般的經濟官員而已 從陸委會國安會一直到經濟部 核廢料的問題在90年代 其實好像有很多想辦法解決 而且都是透過國際或是兩岸之間 可是到陳總統上台以後 甚至到馬總統的時候 馬總統2013年有重開一個會 可是這個出入好像不見了 到底我們跟國外之間合作還會持續嗎 2002年 這個是我要問部長 那時候你是陸委會副主委 大陸同意代儲存我核廢料 這時候講的是台灣技術服務社與中國核工業745所正式簽約 只要我政府部門點頭即可進行外運作業 優先處理蘭嶼核廢料 所以我每次在講說 2016年不是要把蘭嶼核廢料除掉 我相信那時候 2002年的時候是想要處理這問題 甚至連所謂 台灣技術服務社或中國核工業745所 其實他也跟我所看到的這個意象書有一些接近的部分 所以我想請問部長 那這個後來為什麼停呢 我跟委員報告幾件事情 我可以確定的 我可以確定境外處理一直都是一個選項 這我可以確定 第二個我可以確定的 我在當時的工作沒有接觸這個核廢料的部分 我有我的分工 所以這一部分 所以以前您問我 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 我在國安會的工作裡面 我也不參與這個業務 所以我也不知道在那一部分 您說2013年的時候有什麼事情 這是經濟部內開的會嗎 那經濟部後來我到了經濟部來 我當然就拜託同事把這些資料都給我看 那個時候我知道了 所以這幾件事情我大概可以很明確的跟委員做報告 部長我一直想追 本期一直想追這個問題的原因就是說 當時其實有各方面在談這個問題 那我們也知道核廢料 甚至不只核廢料的處理 有更多其他層次的討論 不只是單純商業機密的問題 這個牽扯到國跟國之間 很多層次的合作 我是說 當時甚至到2002年都還談到這個地步 那為什麼後來停了 第二個 現在是不是還有一些管道在進行 還是所謂所有的境外處理 除了法國中區高階處理之外 是不是中低階都停了 現在還有機會嗎 還是核廢料就繼續方案欄語 現在關於高階的部分 就是您剛剛講的 到法國那一部分 現在還因為預算 不過我們這個預算還是編在那個地方 只是立法院還凍結著 那如果那邊能夠解凍的話 那部分的工作要繼續去進行 那麼跟中國大陸部分 我想現在已經停止了 這個您幾次不同的文件上 您也看著 您也花了好多的時間去把它弄去 告訴我們這個文件之間的關係 所以那個是停止的 所以那個合作意向書不存在 可是還是不能解密 合作意向書還是一個有效的 還是一個有效的一個合作意向書 還是一個有效的意向書 但是呢 要把它送到中國大陸去處理這些事情 已經不成為一個選項了 現在已經沒有在處理了 為什麼我一直想追這個問題 因為那個合作意向書的內容 實在是太敏感 不過就像剛才部長講 從公務角度而言是解密 可是台電這邊還是不希望它曝光嘛 那我會覺得 這是兩岸處理很多議題 一個共通的問題 就是說部長我只能說 這真的也是另外一個黑箱 而這個黑箱的存在它敏感性 可能比我目前坊間在談的服貌貨貌 更為敏感 尤其我看到那個內容之後 我個人會覺得說 其實部長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看了內容之後 你覺得你那時候國安會不知道這個事 你那時候在陸委會也不知道這個事 那這事是完全是台電一手在做 政府沒有其他部門在掌控這個事情嗎 不是 報告委員 我說我沒有參與 你個人沒有 對 單位可能有參與 不過我這邊沒有辦法回答 單位有沒有參與 我相信是有的啦 但是我個人 我剛剛回答您的就是 非常有限的那個一個範圍 那當然 那當然 因為你可以回答沒有啊 因為我也很難去知道說 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在這邊要答覆您的每一個字 每一句話我都要負責任 我同意 我同意 我相信部長也是很努力 讓我能看到這份文件 我只是比較覺得可惜的是 這只有我能看到 而且我也沒辦法去訴諸這個質詢 因為我一直在釐清說 這個法律的界限在哪裡 可是我覺得這內容實在是太敏感了 我認為它是有必要公諸於世的 這是本席的立場 謝謝 好 謝謝委員